本章主要讲的是 企划的基本形 企划的基本形 其实企划的最原始概念 就是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 为什么会有一个问题产生呢 问题就是因为 本身如果你现状不改变 也就是说你还是依照过去的习惯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然后再来因为 你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的结果会变得有点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 一变二 就是现状跟未来 对不对 一变四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现状 你的现状不变 那你未来一定会发生的问题 然后再来 如果你做了什么 结果可以变得不同 那是不是就变四了 那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用一种 比较简单的话来讲的话 就是说到底一个人的脑袋 你到底有没有用 假设不意的来讲 一切现状不变 也就是说你今天等于 未来十年后的你 也就是中间过程里没有任何投入 那基本上来讲 没脑袋就不用选 那如果说假设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可能这十年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你未来十年会有显著不同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牵测到说 你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 你的那个结果会变得有点不同 然后如果说我们今天单纯讲 重点是你做了什么 你的选择是 你第一个你可能想不出来 第二个部分可能你只想到一个答案 那就是单选 另外一个是你想到三个答案 或两个答案 那就是附旋 如果你想到是一个举正解 就是说你本身衡量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有各种情况各种阶段 那恭喜你了 你的人是一定成功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就是所谓的企划基本性 我曾经遇到一个人 因为早前不过我们在东京都当 那个北部的都导 那你知道我管大概四五百个保全 那你知道保全通常都是一些 比较辛苦的人 那所谓辛苦的人的意思是说 他可能之前是做得不错 那曾经我就遇到一个保全 他本身是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创业人 开了将近二三十年的车 然后后来来做保全 因为他好像不能开车了 那这个东西 那基本上来讲还是蛮穷的 那我们今天想讲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跟一个人 或者很聪明的人在一起 然后他在工作过程当中 你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那你的人生是不会改变的 那今天这个阶段就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讲脑的阶段 就是说你可能会听闻到很多好的idea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好的idea 可是问题是 你没有自己去整理 用嘴巴去说的话 你就没办法从脑的阶段变成一种口说的阶段 那你今天当你口说的时候 你今天没有去试着把这资料整理 把它写出来 把它绘图或结构化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也就是到手的阶段 那基本上你这个知识就不会系统化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空有创意 然后你从来没有去实践它 那你的人生就是百年不变 所以这个就是企划的基本性 那为了提供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提供一个我行销企划的案例给各位看一下 一般呢 讲到行销预算 大部分脑袋都出现一个种类 这算是比较好的 如果他用灵机基础的想法的话 就是说他把所有的媒体费用分辨在这几个阶段 那这个人想法算是比较进阶的 大多数人都是一样话葫芦 就是去年人家预算怎么列 今年我预算就怎么列 那等到年度的时候 再来大家慢慢拆改科目 哥懂的意思吗 就是说反正销归槽水 看到都只是数量 我觉得真的一个行销专厂很厉害的人 他看到数字的时候 他可以想象到里面的活动跟他的成效 那这是一般人的想法 那我们来提到行销预算的分配大概有哪些 有包括我们讲媒体 大家不要看媒体它市场是很多的 有包括你电视要打多少 报纸要打多少 杂志要打多少 广报要打多少 网路要打多少 户外要打多少 那这东西其实又有牵测到说 你今年有多少新产品要推出来 你要做几档的促销活动 那你促销要跟谁配合 那你代言人是谁 这其实是很复杂的 但请各位注意这只有一项 那第二项的部分说 你要不要走直销行销 也就是说客户的部分 你要不要跟他一对一的联系 你要不要做客户阶段管理 你要不要让客户回厂 第三个部分我们讲范畜的预算 就是说你要去更加配合搭活动 可能你要有些广告会 你要选一些小玩具 甚至你要去跟人家一搭一送什么东西 这些选择样品制作 那这些都在这个预算里面 然后第四个部分我们就是促销 我们讲的就是折扣 买一送一点数各种奇怪怪的方法 这个东西每一个活动都是需要钱嘛 第五的部分我们现在奖励 奖励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讲的是贩处的一个东西 那他奖励的时候有奖励到sales 你怎么去奖励他 还有你这消费者怎么去奖励他 扣中等计划 然后你的经销商你怎么去奖励他 举个例子前几名可以到哪里去玩 官岛玩一周 像这样的东西都是费用 然后第六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是媒体公关 你今年要打几个活动 那你活动要跟谁在一起 你要做支付性行销 像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公关的部分 七的部分就是代言人 代言人的价码怎么决定 你要找谁 你找各种不一样的人 他价钱就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八的部分 你的据点预算 还有第九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些参展 不管国内参展或国外的参展的预算 这是一般人的思考 当然这已经算很进阶了 早期很多人在做的时候 他不是从零的观点去想 他就是之前人家怎么编 他就拿来抄 讲一句男性 抄的那一点道理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其实每个费用都是活动的结果 你活动都不知道 那你直接抄这个结果 那到底你要做什么活动 那难免当你活动一定跟他不一样 到时候你一定是花东翔补西翔 那我的预算分配是这样子 那我的预算分配 其实我是做成小管理 我也不会管那么大的一个类别 今天我就从经验导述 就是说我曾经做过什么活动 在什么地点 或者打过什么文案 在哪个媒体 他给多少来人 费用多少 核算 我才打 各位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脑中我会有那种 我曾经在哪里打了什么东西文案 有效 我曾经在哪一个地方放了什么东西 有效 我曾经在哪里办个活动 有效 那我有效不是都只是有效没效 那太无聊了 有效是一种两种概念 第一种概念是到底来多少来店 到底来多少来人 对不对 那这来人本身要是有效的 就都会跟我签约才算 如果来的人都是来看秀的 那拜托他们不要来 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接待小姐要时间 跑单小姐要时间 对不对 然后再来它是一种相对的 假设这个活动带的效果是100个人 另外一个活动带来是1000个人 那你说我先办哪一个 如果基于成本一致的话 那当然基本上一定是办那1000个 可是如果因为成本不一样 就是说可能这个成本 我付得起跟我付不起 那意思就差很多了 我付不起完全我不用考量 那为什么我付不起的意思 因为每一个暗场的时候 暗量大小不一样 到底卖豪宅还是卖套房 卖local区域还是卖全国性 那活动性质就不一样 所以如果对我来讲的话 基本上来讲 我今天就是算核算 每一个人成本多少 是我的基准点 我就是要达到所谓的有效的广告 所以在活动之间 我是可以比较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有得选 我要选什么什么什么 如果没得选 我要选什么 那如果卖的好 我要选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结成我广告费 让我老板多点 断一点 如果卖的差 我的停损点在哪里 我可能哪些费用都要结下来 至少我要到那一个时间 要去观望说 这一场到底 我至少不能让老板赔到钱 所以你看 我的脑中的行销预算是这样 是不是一个矩阵 我是用文案跟地点 可以得到多少来人 他的费用多少 然后每个活动之间 或每个广告标的物之间 我们讲这结合 是广告文案跟媒体通路的结合 那讲媒体的时候 讲的是特定品牌 我不会跟你讲说 我今天杂志要多多少 没有 我就告诉你 我这一档 我就是要看财讯 或者我这一档 我就要看天下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已经选定媒体 那没有效果的 那永不入用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不然杂志那么多 每个都要试的话 不是给他搞死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强调的是 你多少天内玩销 可以省多少费用 也就是说 当我销售速度很快的时候 那我一定会有一个基准点 正常我一定会预算说 前几周要卖多少 后几周卖多少 前几周每天要卖多少 那如果进度超前 是不是代表我 本来六个月内玩销的 就是180天玩销 我可以提钱 那我可以提钱 我就可以停广告费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省多少广告费 我就帮我老板赚钱 那如果来人成交比是超前 我就要开始想 我要省哪些广告费 如果来人成交比是落后 我也要确定 我要停省哪些广告费 至少我要确定到哪一个基准点 我这广告再投进去 我至少可以从业主那边拿回来 各位懂我意思吗 勤管请得到 帮我干嘛吃饱撑着钱 没事做白空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的脑中的行销预算 它的特质是这样子 是每一个活动的成效掌握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 完销全案 而且可以停损掌握 各位懂这意思吗 所以基本上来讲 那因为我本身ECL很强 什么报表都能做 那再加上说 我多变量还算蛮强的 计量经济也不错 所以我几乎可以 一个人超高 做完所有的问卷 跟广告效果那样 那你说 如果站在同样的基础上 你要选一个专业经理 你选我 还是选那些 只会吃便当 只会跟小姐聊天的专业经理呢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